抗抑郁药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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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六种药物 我们还称之为六朵金花 在临床的一线使用 应用是最为广泛的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还称之为 选择性五腔四胺 和曲甲舌上 tussen纤素 回吸收抑制剂 简称为SNR药物 它主要是两类药物 一个称之为文拉法新 第二类药物是杜洛西丁 所以在这样 两大类药物 目前在临床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 当然临床上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类的抗疫药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新上市的叫伏流吸丁 它是一个多模态作用机制的一个药物 另外还有像米蛋瓶 还有我们的退黑素受体的抑制剂等等这些药物 总的来说目前临床的使用的抗疫药物 目前还是比较成熟比较丰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